情人之當尼和另一半情刀弄事 突然 放屁 陰道放屁是陰道內存在一些氣體 例如陰道有壓力便會流出來 陰道內陰道會比較深 有些位置是向後斜 陰道本身兩邊的牆壁是將它拼合 例如有壓力打開後便會有機會排出來 陰道壁打開後便會容易入到氣 當你行房時便會有機會入到氣 所以任何東西放進去便會儲出氣體 除了親密接觸、斷肥、做運動時 盤腔或下身肌肉用力收緊 放置衛生棉條或月經杯在陰道內 和清洗陰道等時 都有機會出現陰道放屁 你醫生指其實陰道放屁很正常 和平時放屁一樣 亦較難忍住和預防 但如果有以下情況或需要求診 嚴重的發炎有些細菌是比較喜歡製造氣體形式的細菌 其實就會製造氣體藏在裏面 然後就會形成放屁的跡象 你醫生指如果陰道發炎又不處理 就會出現紅腫、痕氧、有怪味和怪顏色的分泌物 嚴重的話更加會導致盤腔炎、子宮發炎和不孕 我們擔心腸道和陰道有些連接的情況下 剛做完某些手術 例如肚腔或子宮手術都不奇怪 肝門和陰道的位置都很接近 做手術做到的話 可能兩個位置可以連接 或者就算不是做到而發炎 而令到兩個位置在一個通道的時候 都可以連接到 在一些情況下 譬如說有些陰道、子宮頸、腸癌症 前面的位置製造一個連接的話 亦都有可能氣的情況 在陰道排出來都不奇怪 你醫生指嚴重的話 陰道或者會出現分辨 到時就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 如果無法自行愈合 就要進行修補手術 成功治療之後應該不會出現 排出氣體和糞便的情況 其實任何女性都有機會出現陰道放屁 而順產的女士就要特別注意 其實順產完很多時候 女士都有一個匯陰傷口 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經常都有氣體出現 會不會那個位置發炎 又可能令到那裏多些氣體 譬如說生小朋友 相當較多的 容易會喝下垂 可能都會增加那個問題出現 如果你說盤腔下垂得厲害的話 它比較鬆弛了 是容易令到氣體再走出來 我們做多些本身的運動 令到肌肉沒有那麼鬆弛 第二可能可以做多些盤腔的運動 即將盤腔肌肉時常收緊 可能可以增加肌肉的結實度 就可以避免減少排出來的情況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